傳統的中秋節就會食湯丸和芋頭 今年不如搞新意思 和家人做這個護泥糯米池 由於芋頭上面的黏液對皮膚有很強的刺激性 所以不想弄到手那麼癢的話 就記得戴上膠手套去處理 完成了 護泥的味道很creamy 而且裡面還有一粒粒的芋頭 加上陰液的外層口感就滿分了 今個中秋大家都快點試試吧